在Android的陣營 他们当然也不甘示弱 抢在苹果上市之前 赶快推出新机种 镜面机身六连一寸超大萤幕 日系品牌推出小旗舰机 拥有三颗镜头 搭载高通888 5G处理器 效能大幅提升 日系品牌新机可以说是结合集团旗下 所有最新的技术 像萤幕显示部分 是使用电视的Bravia技术 而相机的部分 像我这样点开 它有很多种模式可以选 仿佛一台单眼握在手中 游戏时还能搭配旗下电玩的手把 有更好的体验 透过专业拍照模式 提供快速精准的对焦 就连极限摄影也能拍的一清二楚 售价打出三万元油罩 锁定Android高阶市场 我们在Android高阶旗舰 可以占得住大概百分之三十的市占率 看好新机销售 单对手来势汹汹 韩国品牌力拱两款旗舰折叠手机 性能提升 售价却比上一代便宜了将近两万元 拼年底高阶渗透率达百分之三十 去年八万多块 今年降价成五万多块 我就觉得很兴奋 想要先买来用一下 即便它今天是旗舰机 但也不会到非常高的价格 所以觉得很喜寒 很多民众对于折叠机本来就抱持开放态度 但碍于价格难以入手 如今定价下探 比你一般的旗舰机 增添了市场进程性 光九月来讲 安卓机至少就有六到七支的型号要做发表 没有意外的话 我觉得iPhone正式开卖应该是在九月底 所以在九月底之前能抢到多少支就抢多少支 以往九月就是Android阵营的旺季 包含韩国 美国 日本 中国四大品牌 巧妙避开抢在苹果发表会前推出新机 今年旗舰款选择也更加多元 就盼能赢得消费者青睐 将军许知同梦